问题是这样子的 就我刚才有念 说阅读怎么样改变我的人生 可以说阅读真的改变我的人生 刚才我们馆长有提到说 我自己在小学二年级 也就是八岁的时候 有一个朋友说画面模糊 所以扫不了QR Code 如果扫不了QR Code的话 可以连到这个网址 s-l-i-d-o-slido 然后.com.com 然后呢 再输入今天的这个日期 也就是820 那如果输入820 它没有立刻就出现 这个留言板的话 可能要稍微等它一下下 那如果这个 还是没有办法的话 那我会 我刚刚有把slido的连结贴在我们的teams的聊天室 那也可以试试看 好吗 好 那我们就还是回到这个问题来 阅读怎么样改变我的人生 我们知道我自己在八岁 就是小学二年级的时候 因为在班上的成绩可能比较好 那所以本来就是成绩也很好的 另外一位同学就变成考第二名 那考第二名呢 就不是很高兴 所以就常常联合其他同学来欺负我 那 那 当然后来 就是我就休学了嘛 因为觉得说这个霸凌很严重 不想整天在学校有这样子的冲突 那等于我休学之后呢 大部分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看书 我为了想要了解 为什么 一个才八岁的小孩 会联合其他小孩来进行霸凌 我就看了很多 关于儿童的发展心理学的书 我记得那个时候看的是包含 蒙特索利啊 皮亚杰啊 萨提尔啊 等等的这些书 有些是家里有的 有些是在我们家附近木榨读书馆 借的书 那当时呢 因为知道有杜威诗亲会分类法 所以说会去特别看一个书的分类之后 把旁边的一些分类的书也都看过 所以一下子就可以了解很多 对同一个主题 不同学派的一些想法 那因为这样 所以我就走出了那一段霸凌 的阴影吧 因为我就了解到说 不是那位同学这个人坏 那我如果是要 就是贬低他 或者是要复仇 都是没有用的 因为那是一个结构 就是他的自信 建立在跟别人的比较上 那可能因为他的家长 有一些成就上面的焦虑 他可能就是回家 如果没有考第一名 会被打等等 所以他就把这样子的焦虑 以及自己不稳固的自信 把他我们叫做projection 把他投射到外面 这样子 就所谓的acting out 那如果我不是有看这些书的话 我想我就会 陷在那种人跟人之间 不舒服的情绪里面 但是因为看了这些心理学方面的书 所以我就发现说 这个是可以改变的 就是我们如果改变 整个教育环境 让每个小孩 他的自信 是建立在自己找的研究主题 以及这个主题的分享上面 那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跑道 每个人都是第一名 就可以赢在起跑点上 你转身跑自己的方向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们就没有办法说 就是决定哪一个人 一定一直是第一名 哪个人一直是第二名 那因为每个人都是不断地 在创造新的价值 这样子的情况下 自然也就不会有 这种霸凌的情况 所以我的那个不舒服 委屈等等的能力 的能量就跑到了 就是怎么样想出 一个比较好的教育制度 的这样子一个思路里面 那自然呢 委员就不会困在之前 不舒服的情绪里面 所以就像馆长说的 如果不阅读的话 就会卡在自己 本来有的经验里面 还不一定是很舒服的 但是我自己在八岁的经验 就是透过大量的阅读 然后把自己放到 这些教育学者 这些心理学家的世界里面 然后透过他们之前 已经想通的一些思路 然后来让自己的经验 变得比较好过 这样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